另外还要关心台北市长蒋万安 今天来到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针对台北大巨蛋漏水的问题 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陈怡君 质疑台北市府包庇远雄 结果就和蒋万安爆发了激烈冲突 连线给记者周佩宇 佩宇 好 主播观众带您来关心 今天台北市长蒋万安是来到了议会 进行专案报告并且备巡 那其实几乎所有的议员 都针对一个议题来质询蒋万安 也就是台北大巨蛋的漏水问题 甚至呢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陈怡君 为此还和蒋万安爆发了激烈的口角冲突 怎么回事呢 先带您来看最新画面 我们台北市政府跟远雄 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今天就是你们包庇 才会造成周边的设施 一大堆的缺陷 再进下个影片 乱脚虾的市政府 来 我们看一下 地下停车场盛存 你这样胡乱指扣 这种非常不好的咨询跟问证 市长 你说该罚就罚 你根本差不多都没有罚 你这个影片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你的来源不明 而且停车场已经说过了 它只是附属设施 我们就会来开出缺席吗 所以议员问证要等于事实 请等于事实 来 等于事实就是必然 就是胜嘴漏水成为焦水滩 所以停车场它是属于附属设施 体育局就会依照规定 依照合约来开出缺席单 依合约来进行排除 这就是我们大忌弹的地下停车场 所以议员你完全搞不清楚 主要长庚跟附属设施 你对整个场馆完全不清楚 然后来源不明的影片 好 您可以听到陈怡君不断的追问 蒋婉安说到底对远雄开罚了没有 毕竟远雄先前是承诺说 在10月底之前就会改善所有的漏水状况 但是直到11月5号 议员们到大巨蛋考察的时候 还是有发现这个漏水的问题出现 因此蒋婉安也表示说 这个部分是一月来进行 那陈怡君就质疑说 北市府是不是在包庇远雄 包庇大巨蛋呢 蒋婉安对此也回应说 议员问证要奔于事实 以上是先好最新再把时间交还捧内